影视作品进入剧荒的时候,就经常有导演会把以前大货的剧本拿出来反弹,其实这个也是有一定风险的,比如像《环珠格格》,还有《流星花园》翻出来的效果确实不理想。 最近又有一个大剧想要颁拍,那就是《大明公词》,这部剧当时还比较经典的,目前主演是刘涛,不论是演技还是颜值,都值得去看这部剧,不过根据出来的造型来看,却让人忍不住吐槽,目前从刘涛公布的造型来看,还是蛮可以的。 不过看到萧太后的造型,完全不能够接受,李少红当时拍摄《新红楼梦》,那时候就是因为造型问题就吐槽,目前还是这样。 这个造型看到就是很俗气,完全没有太后的用《荣华贵》,和不可触摸的气势,还有男主周于明,虽然说他转型到大陆演过像烈火如歌之类的古装,不过还是觉得他的气质就是偶像剧的男主。 不这个剧有点不呆,而且之前出演过的角色也一直是扑街,一直不温不火的,所以这部剧还确实蛮让人头疼的,难道是要聊聊?